第606章 后悔了 变异金雕很焦急 不仅仅是嗅到了特殊的香味 而且总觉得有狗说自己坏话 由于忘了先扔兔子 降落太急 差点一头摔在院子里 幸好他的记忆高超 得意双心 是一只变异的沙雕 在要摔惨的前一秒 纠正了降落姿势 让爪子里的兔子先着地 然后就平稳的下来了 兔子本来还想挣扎呢 这下子安静了 变异金雕带着特有的高傲 鸣叫几声 算是给王平安打招呼了 他昂首挺胸 收拢翅膀 一本正经的盯着王平安 目光锐利 我不说话 我就这样看着你 我看你给不给我好吃的 反正那味道我早就闻到了 主人 这只沙雕对你不尊敬 有好东西喂狗 也别喂他 麻雀才不是只会背后 说人坏话的狗呢 当面也会说 便一金雕吓了一跳 往后跳开三四米 惊恐地瞪着大黄狗 好像在问 这货咋会说话了呢 看什么看 没见过这么帅的狗啊 哼 大黄狗是洋洋得意 刚学会说话 甭提有多兴奋 甭提有多得意了 便一金雕不屑地瞟了他一眼 然后收敛气势 半眯着眼睛 努力做出一副讨好主人的模样 揪揪地叫着 哎呀你别叫唤了 听你叫唤就耳朵疼 也给你一粒 能不能说话 看机缘吧 王平安弹出仅剩的内力 启致丹 便一金雕快如闪电 一扑腾翅膀就用嘴巴接住了 瞬间吞下去 然后他像旁边的月牙熊 还有其他的狗崽子一样 痛苦的是一抽一抽的 叽叽惨叫着 承受着丹药带来的改变和进化 此刻月牙熊体内的药效 已经消化完毕 出了一身的臭汗 连着两个宝格迷茫地坐在地上 呃呃呃呃呃 他还是不会说话 甚至智商也没有提高多少 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四只狗崽子 跟月牙熊一样 第一次服用开启智慧的丹药 以前的自身也没有什么变异过 同样变化不大 除了眼神比以前聪明一些 依然不会说话 他们委屈又无助 爬到大黄狗的身边 蹭了蹭他的腿 似乎还要再讨上一颗丹药 你们四只狗崽子 别太贪心啊 我们主人的丹药可贵着呢 昨天吃饭的时候 我听大伙聊天 说主人的一颗丹药 能卖几万块呢 你们四个 捉多少只猪鼠和野兔 能给主人赚来几万块呀 大黄狗训斥狗崽子的时候 眼睛却是瞪着变异金雕 指桑骂槐的技能自动满级呀 本来正在痛苦抽搐的变异金雕 听到大黄狗的话 猛然一瞪眼 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想吃狗肉 变异金雕的声音尖锐如金石 腔调不太准确 但是勉强能够让人听懂 大黄狗是吓了一跳 怪叫道 杀雕竟然也会说话了 这世道还有天理吗 王平安是痛苦的一拍脑门 突然后悔给这些野兽喂取之丹了 要是每个宠物都像大黄狗这样 是个画楼 整天叽叽喳喳的 那要烦死人了吗 你们都给我闭嘴 特别是在普通人面前的时候 千万别说话 不然会有人跳出来想要出魔 到时候 我也护不住你们 王平安是郑重的警告道 是 主人 我是您最听话 最乖巧的小麻雀 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愿 大黄狗握在王平安的面前 用两只前爪子弓了弓 像是座椅一般 说道 屁 惊 便宜金雕是咬牙切齿 奈何他说话是极为艰难 费了不少力气 才说出两个字 你是杜姐 我和主人的关系好 大黄狗洋洋得意的炫耀道 便已经掉泪了 不想跟他说话 而且吃过起车单之后 他确实变聪明了 知道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不然惹怒了主人 真会倒霉的 好了好了 都散了吧 服用起车单之后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下次服用 至少要间隔一个月 王平安不耐烦的摆摆手 让这些宠物散开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确实很难闻 大黄狗极为聪明 又最熟悉王平安的性情 见他这样 立即带着几个狗崽子 跳进果园 不想让他闹心烦躁 便宜金雕 一向高冷 现在变得是更加聪明了 但是性情也不会变 那我回山里抓猎物了 便以金雕说完 冲天而起 一盏翅 已经是钻进云霄了 此刻 王平安面前 只有一只月牙熊 瞪着黑豆般的小眼睛 直勾勾地瞪着王平安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发生了什么事 我怎么从冬眠当中 醒过来了 还有 如果刚才没有做梦的话 我好像听到大黄狗说话了 那只染过羽毛颜色的沙雕 也会说话了 呜呜呜呜呜 月牙熊想问问王平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让他给解释一下 你继续睡 不到过完年别醒啊 自从你冬眠 我每天要省下多少鸡牛肉啊 王平安不给他任何解释 背着手 走出院子 准备到村子里溜达一圈 看看从哪儿 能够赚到功德 月牙熊没有得到解释 一脸沮丧地盯着王平安 直到看不到他的背影 他才困惑地打了一个滚 缩到墙角 努力思考 这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轰隆 正在桃园里边炼丹的汤神医 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师父 不好了 炸炉了 王平安头也没回 淡淡地说道 你还能说话 而且叫得这么响 肯定没被炸死 那就接着炼 炼丹嘛 哪有顺顺利利的 偶尔炸炉一回 太正常了 汤神医是满脸漆黑 从嘴巴里喷出几团烟雾 满腹牢骚 却无处吐槽 丹炸炸炉 并不是丹炸了 炸炉之后啊 里边的炼丹材料 肯定是全部毁了 清洗一下丹炉 可以继续炼丹 如果是丹炉炸了 那就是大事故 炼丹者非死即伤 除非呢 在炼制高级丹药的时候 会发生这种事 一般情况下 丹炉很少爆炸 王平安听着炸炉的声音 就知道没啥危险 所以没回头 也没有多去看 他刚走出果园大门 就遇到了极为颓废憔悴的 王文才 王平安突然极为后悔 刚才应该多关心一下 唐神医 应该去看看炸炉的现场的 如果那样的话 就见不到 第六百零七章 刷功德的正确方法 如果那样的话 就看不到王文才了 因为遇到王文才 似乎总没有什么好事 二宝 我赔了 我赔惨了 水果收割站的生意 太难做了 果然 王文才一看到王平安 就哭丧着脸 向他大声抱怨 我赔了好几万块钱的 那是我所有的积蓄啊 本来是要盖房子 娶媳妇的 现在啥都没了 看到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王文才 看着这个幼时的小伙伴 王平安对他是充满了同情 因为自己神魂恢复 又得到师父赐予的 不靠谱系统 人生呢 已经充满了希望 甚至有机会重返仙界 而眼前的小伙伴 依然是那么惨 智商和情商 依然是那么感人 水果收购站 只开了一个月 怎么可能赔了好几万 具体赔了多少钱啊 王平安关切地问道 两万多块 整整两万多块 王文才痛苦万分地呐喊道 两万多块 确实也算几万 没毛病 王平安心中暗叹一声 看着黑眼圈严重 眼中布满血丝的小伙伴 充满了同情 但是呢 也仅仅是同情 无法生出太多的其他情绪 因为以前让他开水果收购站 是会提供自己渠道帮助的 比如潜力无穷的粉丝力量 由于王文才的拒绝 王平安把这个机会呢 送给了同所 哪怕现在是水果的收购淡季 但是依然生意不断 因为春节将近 整体收入反而比平时更高 现在同一个生意 不可能再分给王文才啊 再说 当时是王文才 一听说水果收购生意赚钱 不听自己劝阻 硬生生呢 在自家的店面旁边 开了一个新店 充满了恶性竞争的味道 现在出了事 没了生意 再来找自己哭诉 有点不像话 当初发车不找哥 翻车之后再来说 晚了 才两万多块钱 也不多 呃 现在也没有合适的生意 等遇到合适的 我再跟你说吧 王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他 对你来说 不多 对我来说 哎 这是全部的财产 我的痛苦 你不知道 王文才不满的说道 王平安皱眉 这就是有钱 也不敢送他的原因呢 生米恩 斗米仇 一直救济他 反而是害他 以前学车的钱 也没有向他讨要过 后来他想借钱买小货车 本来也可以同意 只是对他的驾驶技术不放心 才不了了之的 现在他做生意赔了钱 要是立即给他补上这个窟窿 以后的麻烦事会更多的 成年人做错事 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 王平安呢 也不会见死不救 快过年了 他准备给村子里的孤寡老人 还有贫困户呢 发上一点过节的礼物 到时候呢 会特意给王文才准备一份的 年前还准备找活吗 王平安问道 去啊 我必须回到中药种植基地 如果遇到一个白富美 未来可以少奋斗几百年 王文才的眼神当中 闪过一丝神采 斗志 渐渐恢复 怎么着 还想着顾总呢 顾总太高不可攀了 就算顾总一直看不上我 办公室里也有其他女职员 总会有一两个能看上我 这样就不愁 说不到媳妇了 王文才已经是降低了标准 一是他听说顾总和王平安 以亲密的姿态出现在了村子里 二是他觉得顾总太难见到了 整天在药田里边忙活 一两个月也不一定能够见到他一次 他大听过了 在中药基地的办公室里 那些女职员都是从顾市集团调过来的女大学生 大部分家里边都是城里的 如果娶到这样的女人 也算是白富美了 至少比村子里的姑娘白 比村子里的姑娘富 比村子里的姑娘美 内行 祝你好运 加油 王平安拍拍他的肩膀 转身走了 准备去村子里看望孤寡老人 赚取功德 王文才呢 又恢复了沮丧的表情 一步三回头 多么希望王平安能够停下来 亲口对自己说 帮自己解决亏损问题 哎 有钱人太冷漠了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他自言自语着 走向中药种植基地 王平安走到熟悉的村南路口 看到一些熟悉的老人家坐在那儿 或聊天或打牌 好久没有凑过热闹了 王平安一出现 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二宝啊 咱们又把两个媳妇带出来呢 二宝 今天怎么不忙了呀 听说童所在镇上帮你开了一个水果收购站 你每个月给他几万块的工资啊 还缺人不 你看书 行不行啊 二宝 我两个孙子过两天呢 就打工回来了 你能帮忙在村子里找个活吗 工资不用太高 每个月三五千就行了 一群老头老太太围了过来 热情地向他诉说着自己的诉求 水果收购站肯定缺人 过完春节更忙碌 但是工资肯定不会太高 每个月三千 在小镇呢 就属于高工资了 他的果园呢 还可以再招两三个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招也行 因为那几个员工呢 已经是修炼者 平时干活 一个人可以当十个人用 倒是中药种植基地 还有旅游中心 花溪大酒店 这几个地方呢 可以招聘不少新人 只要培训合格 村子里的这些年轻人 都可以留下来 所以 王平安尽可能地 答应大家的要求 比较简单的事情呢 当场就答应下来 于是 王平安可以频繁地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由于你答应了 二大娘的用功请求 功德加一 由于你许诺给七奶奶家 重修猪圈 功德加一 由于你答应给所有村中 孤寡老人发春节红包 功德加十六 王平安的脸上 闪过一丝笑意 方向对了 功德就是这么刷出来的 给最需要帮助之人提供帮助 而且对方是好人 帮助对方之后 有积极向上的正面效应 就会增加功德 方向确定之后 王平安找个理由 摆脱热情的村中民众 给父亲王德棍打了电话 二宝啊 啥事啊 我正在村子里开会呢 王德棍是一副繁忙的架势 带着几分不耐烦 王平安说道 村里能有啥事啊 还整天开会 对了 你顺便让人统计一下 咱们村子里目前 有多少家孤寡老人 和特殊贫困户 春节前 我给大家发礼物和红包 给孤寡老人发礼物和红包 发多大的红包啊 一个红包五千块 二宝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妈也是孤寡老人啊 你顺便给我们准备一份啊 不 应该准备两份大红包 王德棍一听 瞬间来了精神 振振有词的说道 第608章 要相信科学 王平安无视了 自家老子的幼稚行为 让他把发礼物 发红包的消息 公布出去 所有的孤寡老人 和贫困户都有 人不患寡 而患不均 只要把标准定好 那些普通村民 就没有办法闹事了 王平安找到了 刷功德的方法 心中高兴 觉得今天一天没有白忙活 收获极大 所以 就连在路上 遇到那些外地的修炼者 虽然不知道 他们为啥住在村子里不走 也没有在意 还非常客气的 冲他们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必定这些外地的修炼者 大多数都住在花溪大酒店 属于他的产业 每天那都是付房费的 今天的月亮 升起来的有些早 又大又圆 天还没有黑 就挂在天际 有一丝妖异感 事出反常 必有妖 王平安觉得今天的灵气运转 比平时更加活跃一些 除此之外 暂时还没有发现异常 返回果园路口的时候 看到顾东黎和玉飞白 从酒店里出来 两人是说说笑笑 表现极为熟络 不像仇家 当初顾东黎被人涉及陷害 到药王谷送死的时候 玉飞白还想守在药王谷的门口 抢夺灵药 前段时间 顾东黎说被玉飞白陷害 有把柄落在对方手里 所以才劝说王平安 让玉飞白也住进果园 现在倒好 两个人居然是勾肩搭背 成了好朋友 不是说顾家和玉家有些矛盾 有些恩怨吗 王平安看到顾东黎的时候 顾东黎也看到了王平安 顾东黎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立即扭过头 装作看不到他 两人上了一辆卡验 往南边急震驶去 这家伙脑子有问题啊 整天被人坑 就不能长点记性吗 得提醒一下顾星成 让他注意一下 这个不争气的哥哥 王平安在心里说道 回到果园门口 看到来望和战伟正在池塘边 撒饲料喂鱼 今天怎么一起来就喂鱼啊 不轮换着修炼了 王平安好奇地问道 今天的灵气有些躁动 我们控制不住 差点伤了经脉 索性就停下来 干点正经事 来往回答 哼 还知道喂鸡喂鱼是正经事啊 行 没啥问题 休息一下也好 当然 我们是老板的优秀员工 当然知道什么是正经事 你放心 这里的野生鱼 被我们喂养的白白胖胖 口感好着呢 王平安是点点头 背着手走回果园 听到他的声音 大黄狗刺溜一声 从桃园深处冲了过来 快如闪电 画为一道黄色的影子 转眼就到了王平安的面前 他疯狂地摇着尾巴 像是电动小马达一样 表示内心极为愉快 主人 我发现今天的灵气 有些不对啊 特别躁动 但是却又感觉极好 我总觉得自己也能修炼一样 全身充满了力量 大黄狗口吐人言 向王平安汇报着自己的发现 嗯 还有这种事 王平安是颇为惊讶 千真万全 骗你是小狗 大黄狗信誓旦旦的回答 王平安再次抬头 打亮一眼今天的超级大月亮 月亮的表面 隐约带有一丝红光 现在的灵气复苏情况 他越来越看不懂 当然 他也从来就没懂过 灵气枯竭了这么多年 谁知道怎么又突然开始复苏了 最近一段时间 复苏程度明显加剧 今天这种情况 对野兽的进化有明显的好处 回到别墅 妹妹王凤夕和许晴顾清成 正在聊天说笑 同样没有修炼 今晚灵气躁动 对野兽有益 对人类却有着反作用 不适合修炼 哥哥 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 我差点就能打通右手的整条经脉了 可惜灵气突然躁动 我只好停下来了 不然 我已经是练习其一层的菜鸟了 王凤夕向他炫耀道 别担心 你现在仍然是菜鸟 从开始修炼 到炼气器前三层 都是菜鸟 哥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鼓励一下人家吗 王凤夕是跺脚撒娇 不能 王凤夕回答的是斩钉截铁 小气 王凤夕瞪了他一眼 赌气不理他了 王凤夕乐乐清静 拉过顾清成 走到角落准备跟他说点事 毕竟涉及到他的家事 不好当着大家的面来讨论 顾清成微微羞涩 俏脸微红 有些紧张 这还是王平安第一次主动拉他的手 难不成今天早晨的举动奏效了 鱼目疙瘩终于开窍了 清成 你和你哥最近有联系吗 王平安问道 我愿意 啊 我哥啊 最近我忙着修炼 没有联系他呀 怎么了 他说修炼到了瓶颈 在果园里待不住 要出去玩几天 他惹祸了吗 顾清成慌乱地回答道 也没惹祸 就是刚才看到他跟玉飞白在一块 怕他吃归上当 所以跟你说一下 让你关注一下他 他居然和玉飞白在一起 他们都是男人呀 不对不对 我在想什么呀 顾清成忙把手从王平安手里抽出来 这才不那么慌乱 大脑恢复了正常 王平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平时这么高冷的女人 居然也会想出这么复杂离奇的故事 那啥 你关注一下就行 别让他被人带坏了啊 嗯 放心吧 他要是再敢和玉家人走得太近 我告诉家里长辈 顾清成保证道 说完 他找个地方打电话去了 估计是询问顾东黎了 而蛇娃呢 在厨房里忙活 已经做出了一大桌子饭菜 告诉大家 可以吃晚餐了 秦小鱼听到吃饭的呼唤 瞬间从房间里出来 手里边依然把玩着他的健胚 不多时 喂完鸡和鱼的来往和站尾 也已经返回 人员到齐 开始吃饭 吃饭的时候 王凤夕突然说道 对了 刚才出去到隔壁拿东西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有陌生的声音 在桃园里说话 可那一片地方只有几条狗啊 今天气息这么混乱 园子里不会闹鬼吧 别乱说 我听行动处的人说了 新社会新时代 不准成妖 不准成鬼 世间哪有那么多 赤妹王良的阴暗生灵啊 你要相信科学 相信 王平安正在给妹妹做思想教育工作 突然说不下去了 因为有一些外地的修炼者 扯着嗓子在村子里大喊 大家快抄家伙出来啊 那只僵尸又出现了 居然会飞 飘在半空当中吸收月亮精华呢 这一嗓子把整个山村的人都惊动了 顿时引起了一片恐慌 第609章 看饿了 这个僵尸 身着破烂的道袍 款式和色彩呢 一看就是那位巴山道人 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僵尸 上次他出现的时候 灭了省城的万家 被无数修炼者追杀 同时呢 被行动处通缉 然后就没了然后 沉寂了这么久 居然在今天晚上出见了 而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又返回到花溪镇 躲藏在深山里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竟然也熟悉这个套路 可惜今天灵奇躁动 血色越滑 让无数异类纷纷出现 吸收一种 让他们疯狂的基因气息 太可怕了 这只僵尸居然一直藏在深山里 甚至有可能藏在我们开发的几座山里 吓死人了 许晴惊呼着瑟瑟发抖 趁机往王平安的怀里钻 一只僵尸二爷 怕他干啥 哪天要是迎见他 我就再揍他一顿 王平安扫了一眼 巴山道人流露出来的气息 极为淡定的说道 但是人家就是怕嘛 小时候看恐怖片 最怕的就是僵尸了 许晴在他怀里扭来扭去 继续在危险的边缘疯狂的试探 这么恐怖的现场 你们别撒狗粮啊 好好看僵尸 顺便拍下视频 你们别做儿童不宜的事情啊 秦小玉看不惯 隐晦的提醒道 狗粮 狗粮呢 一道陌生的声音 突然在众人身后响起 众人回头 什么人也没有 只有大黄狗卧在那儿 一脸无辜的四下打量着什么 啊 有鬼啊 三个女人当场发出尖叫声 他们虽然是修炼者 但是再强的修为 也怕那些未知的东西啊 特别是王凤夕 表现得更为激动 更为恐惧 尖声说道 啊 就是这道声音 天刚黑的时候 我就在果园里听到过 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 缠上我了 你想多了 哎 真是 死麻雀 滚过来 向他们解释一下 王平安头疼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只好把皮球 踢给了大黄狗 大黄狗装不下去了 既然被主人点名 他觉得自己 有必要说点什么 毕竟好半天没说话 急坏了 呜呜呜呜 刚才 其实是 我说话了 大黄狗 一脸羞涩的 站起来 面向三个女人 妖怪啊 三个女人 是再次尖叫 称呼 已经从鬼 变成了妖怪 你们冤枉人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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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他太笨 说话一点都不利索 跟我比差老远了 原来如此啊 众人这才恍然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么简单啊 呸 事情一点都不简单 王平安居然会炼制 让动物说话的丹药 这太不科学了 哥 你喂他的是什么丹药 所有动物吃了 都会说话吗 王凤夕已经是颠覆了三观 已经怀疑自己修炼的 到底是不是武功内功了 这次元旦放假 自己好像走上了一条 奇怪的路线啊 肯定不是 你喂一条鱼半瓶子丹药 他也不会说话 因为他没那个脑子进化呀 大黄狗从小就跟我在一块生活 熟知人性 也经常听人说话 上次在药王谷 他得到了一些奇遇 本身呢就进化过一次 这次服下一粒取之丹 产生了药效叠加 所以才会说话的 那只变异金雕 跟人类接触的时间比较少 就算以前变异过一次 这次服用一粒取之丹 说话也依然不利索 至于月牙熊 还有其他几只小狗 表现的更差劲 除了比平时更聪明一些 没啥大的变化 估计要喂三两次丹药 才有可能产生变化 王平安对大家解释的很详细 生怕大家再对大黄狗 有什么误解 以大黄狗现在的状态 离话妖还远着呢 企致丹 只是让他先进化一下智商 强横的身体 才是妖物的标志 老板 企致丹 只对雕啊狗啊的有效 对人没效吗 一直被村子里人 骂为笨蛋的湛伟 有些跃跃欲试 内心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对人没效 古心草和百虫壳 只对野兽进化 有强烈的作用 对人类没有什么效果 反而有一些毒性 唉 湛伟很是失望 长叹一声 只能接受自己继续笨下去的命运 这时候 不知道谁痴声一笑 众人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在这种恐怖严肃的气氛下 笑得如此肆无忌惮 确实有点过分 干尾羞红了脸 乐乐的解释了几声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解释的是什么 大黄狗谨慎又戒备的 看了湛伟几眼 他对这个人类很警惕 连喂狗的丹药都想抢 还有人性吗 自己几个孩子 还得继续服用启治丹呢 可不能被他偷吃了 以后主人练丹的时候 自己一定在旁边警戒 哦 当然 现在一般都是汤神一练丹 主人只在旁边指导一下 但是 应有的警戒 绝对不能少 此刻 悬浮在半空的僵尸道人 突然发出一声长笑 整个山野刮起了一阵狂风 很多野兽吓得惊恐逃窜 无数鸟类从山林间飞上天空 受到这一声嘶吼的影响 大黄狗也是控制不住兽星 对月长笑 莱旺和秦小鱼用手机拍了很多视频和照片 两人是颇为兴奋 凑在一块讨论着 如果把这些发到网络上 会不会引起轰动呢 没啥好看的 先回去吃饭吧 吃完饭 今夜有的忙 山野之中 肯定会有很多热闹看的 王平安说完 转身离开 同时也躲开了许晴的骚扰 吃饭吃饭 僵尸道人飘在半空 吞食月滑 快把我都看饿了 灵气真的要复苏了 连狗都会说话了 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啊 我好像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 可悲的是 我今天才发现事情的不对劲 哎呀 我们聚在一块聊得快活 咱爸妈会不会害怕呀 王凤夕回到餐厅的时候 才想起了这茶子事 没事 他们二老见识多 胆子大 肯定会很镇定 王平安淡定的扒了一口饭 喝上一口汤 看了半天僵尸 确实饿了 比刚才更有胃口了 就在这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看到来电显示 是父亲王德贵打来的 爸 咋了 僵尸啊 又僵尸啊 二宝 快来背我跟你妈 我们的腿都煞软了 走不动路啊 电话里 王德贵用战战兢兢的声音 惊恐地喊道 王平安这才发现 自己高估了普通人 看到奇怪生物的反应 第六百一十章 僵尸来了 王平安把父母接过来的时候 两人还在微微颤抖 过度惊吓 并不是那么好恢复的 太可怕了 竟然真的有僵尸 以前还以为是人家开玩笑呢 这不科学啊 怎么会有僵尸呢 哎呀 要是古代爷普及火化制度 就没这些事了 二老的嘴唇颤抖 断断续续地表达着自己的怨念 王平安认真地安慰他 爸妈 你们别怕 其实僵尸呢也是人变的 活人都不怕 死人就更不可怕 他要是赶来咱们家里啊 看我怎么收拾他 打他一顿都是轻的 你说的好听 就不信你不怕 活人大家都不怕 怕的就是死人呢 母亲苏文婷不相信儿子的鬼话 王平安那二老没有办法 拍着胸口保证道 真不用怕 要不你们等一会儿 我把他抓过来 给你们表演一下 胸口碎大石 腹中吞剑 嘴里喷火 哎呀 他的嗓音太难听 要不然 我就让他们给你唱首歌 比如两只老虎什么的 哎呦 行行行 算你厉害 行了吧 还把僵尸抓来呢 看把你能的 母亲苏文婷不相信儿子的话 总觉得他在吹牛 不过 经过王平安的这番劝慰 两位老人总算是不害怕了 一起打去儿子的玩笑话 不过 亲眼见过王平安 殴打僵尸的许晴秦小鱼 默默无语 暗暗的为僵尸道人祈祷 希望他吸足月光精华 别来闹事 不然满天神佛 也保佑不了他了 不说别的 挨上一顿打都是轻的 如果被王平安逼着唱两只老虎 那就更惨了 见王德贵和苏文婷大笑 众人呢 也是跟着笑起来 特别是妹妹王凤夕 由于知道点什么 又知道的不多 所以笑声是格外卖力 想套一套大家的话 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比如他很想知道哥哥的真正实力 不过问谁都问不清楚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王平安的真正实力是什么 反正都没见他吃过亏 不管怎么折腾 吃亏的都是别人 蛇娃早就去厨房 拿来两副碗筷 让两位老人吃饭 一家人是说说笑笑 吃吃喝喝 居然真的把外边那头僵尸给忘了 知道有人在深山当中惨叫一声 彻底打乱了普通的骚乱 引起了更大的恐慌 野外 荒山的深处 几名修炼者组成的临时队伍 以极为玄妙的身法 冲到了僵尸吸食月华的小山 想要斩妖出魔 灭掉那头僵尸 毕竟行动处到处是发布悬赏 只要灭了这头僵尸 就奖励两千万现金 二十块零食 以及丹药若干 对于一些散修来说 这些修炼资源太重要了 就算是知道僵尸危险 也总想去试上一试 结果有人腾空十几丈 持刀斩向僵尸 却被僵尸一把抓住 咬在他的脖子上 吸干了鲜血 这一声悠长的惨叫 就是那人发出来的 僵尸杀人了 大伙快跑啊 天哪 太可怕了 他竟然真的吃人 不行 快回家收拾东西 咱们连夜逃跑 还看个啥呀 赶紧关门 别让僵尸闯进来了 小命要紧哪 村子里胆大的人 本来还在空旷的地方 伸长脖子 偷偷地观看那头僵尸 现在看到他吸人鲜血 顿时吓坏了 一轰而散 按照各自的打算 准备保命策略 灵气波动 更加的剧烈 余下的几名修炼者 各持武器 扑向僵尸 双方是混站在一起 刀剑砍在僵尸的身上 只是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甚至有火星闪烁 却砍不透他的坚硬的身体 哇 僵尸吃痛 对月长笑 一阵乱风席卷山林 犹如猛虎出笼 僵尸的眼睛红了 像是两盏红灯笼 一名修炼者 被僵尸的气势所震慑 闪避慢了一次 被他一爪子抓住肩膀 那只胳膊 瞬间就被他撕掉了 鲜血喷洒而出 战斗的声音 修炼着惊恐的声音 传出极远 惊扰了整个山村的安宁 天哪 僵尸都吃人了 你刚才还说他很笨很傻 咱快别吃了 赶紧关门睡觉吧 别被僵尸看到这 不然咱们就没命了 母亲苏文婷 趴在门口瞅了一眼 顿时吓坏了 大喊一声 想让众人提前关门睡觉 阿爷 别怕 真没事的 别人不好说 但是 但是这儿离僵尸很远 应该没事的 秦小鱼本来想 适当地提起 曾经王平安 暴打僵尸的事情 不过 害怕说出一些 不该说的事情 于是就停下来 严固而其他 原啥呀 一抬头就看到了 离得也没有三四里地 而且他会飞呀 说不定一转眼 就飞到咱们这儿了 快快快 快别吃了 赶紧关灯关灯 王德贵也是催促道 这时候 又有一名修炼者被杀 这支队伍的信心和勇气 终于溃散 转身变逃 僵尸被鲜血 积昏了头脑 食物送到嘴边 哪里会放过 于是长啸一声 紧追其后 好巧不巧 他们逃跑的方向 正是王平安的果园 哎呀 爸 你真是乌鸦嘴 被你说中了 那头僵尸果园飞来了 同样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王凤夕 惊呼一声 拉着母亲苏文婷 就往王平安的身后躲 他不知道王平安的功力有多深 但他很聪明 可以看出 这里所有人对于哥哥的态度 那是一种又敬又爱 又惧又怕的复杂心态 所以他认为 躲在哥哥的身后最安全 哎 这些修炼者 也瞎折腾 没事斩什么腰 出什么魔呀 这下好了 反被人家杀了两三个 王平安无奈 只好放下筷子 抽出一张纸巾 擦着嘴巴 站了起来 说起来很长 但是实际上速度特别快 从远处的山峰 以极快的身法 腾挪跳跃 几十秒 就能逃到果园 王平安从餐厅 走到院子的时候 看到余下的三名修炼者 正惊恐的落在果园 东边的一座小山上 像是一只只受伤的小鸟一样 往下一跳 头朝下 冲进果园 果园里的镇旗 目前只有迷惑和困人的功效 还没有明显的反击阻拦的能力 所以这三名修炼者 能够跳进果园 而那头僵尸紧追其后 相隔不到两三秒 像是一根石柱一样 直上直下的腾空和坠落 紧跟其后 也跳进了果园 然而不停的能力